鲜乌梅跟葡萄的区别 鲜乌梅跟葡萄是两种不同的水果 它们的区别如下 外形 鲜鲜乌梅是紫红色的呈纺垂形 外表带有白色的粉霜 而葡萄是青红紫黑各种颜色都有 一般呈圆形或椭圆形 形态上 鲜鲜乌梅挂过的时候是一个一个的 而葡萄是一串一串的 大小方面 鲜鲜乌梅要比葡萄大得多 其实没有见过这两种鲜果 也可以根据乌梅干和葡萄干的大小看出来 果和尚 这个区别不明显 很多人用葡萄假冒乌梅 声称是无子乌梅 其实乌梅是由此的 乌梅子含有滋补干肾 一惊明目的功效 吃法上 鲜鲜乌梅在市面上不多见 一般都是制成干果食用 而葡萄无论是制成果干 还是直接食用 味道都相当的不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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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